剛剛看了熱鞋的法拉利 FUV 不是SUV 但不管是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實用的超跑猛獸的概念 那很多的陳鋒買家 它要的是更加的舒適 更加的奢華 你會想像到像我剛剛講的這個Bentega 賓利Bentega 以及老司萊斯的Curinan 我們也看過了 這個車子也很漂亮 進去的質感呢 簡直是加到好幾層上面了 這些車都讓你覺得很棒 那如果你說 我不要進去比較什麼SUV啊 那你要大一點的話 其實Lexus的LM 這個叫做兩岸街缺車 等車等很久 但陳鋒買家甘願等 願意等 那LM在後面的那個空曠的程度 以及舒適的程度 還有它的一些細緻的按摩 以及你可以看到螢幕的狀況 全部都是非常好 真的有在頭等艙的感覺 即使你在台灣 只是一個通勤的行程 需要開個會 你都會覺得整個的過程是舒適的 這就是為什麼車子可以賣到這麼缺車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這台車呢 它也是 陳鋒買家會考慮到的 這是英國的質感 它是Range Rover 我們會幫大家試駕一下Range Rover Sport 這是稍微入門磚小一點點 我們不要跨太遠 但是一開始帶大家看 千萬豪宅在路上移動 它叫做SV 跟一般的Range Rover 還有Range Rover Sport 也不太一樣 我們直接賞車囉 走過來 我這一台車子呢 沒有特別去選那個特殊的古銅色 但是這個車子有選一個 很難得有機會看到 精品等級的木紋方向盤 它真的是木頭 在上面 有沒有感覺像開遊艇一樣 而且它內裝是搭白色的 所以白跟木紋 你就會覺得 有那種高級精品家具的感覺 再搭配有一點點鍍鉻 銀色 整個車子很不一樣 往中控的地方看呢 它呢 排檔頭 那個叫做陶瓷 陶瓷的材質什麼時候看過 而且它的旋鈕也全部呢 搭配它的白內裝 所以呢 全部是選白色的 非常有質感 那個全地形模式呢 在按的時候會覺得 哇 整個人格外的厲害 那到後座囉 以Range Rover的SV來講呢 厲害的當然就是在這個 總裁等級的 最舒服的座駕 那我現在要跨上來囉 因為它比較高一點點 我很小心 一腳跨 坐上來 皮質超舒服的 整車都還有這個Meridian 這個都毋庸置疑的 來 遊艇趕來了 從前面一路往後都是平整的 平常是什麼都不做 我這一台車是長軸版 而我只選四個座椅 這裡不坐人 那這裡不坐人要坐啥呢 等一下告訴你 那平常時老闆在這裡呢 如果怕閒著沒事的話 往前 我有13吋的 娛樂影音的設施 有兩塊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這是電視 那這電視可以幹什麼呢 點一下呢 前面我的司機呢 他導航到哪 我當然會知道 然後我可以接HDMI 看任何我想看的 所有的資訊跟節目 那你想要調這個螢幕的亮度啊 預言 那這個其實有中文可以調 直接一調 欸 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做系統的重設 都非常非常簡單 我先帶大家看看 我這裡有個螢幕 往上一滑 哇 後座螢幕我可以調 那他還有寫個冰箱 冰箱在哪裡了 這時候鏡頭就要回到我身上 冰箱一按 看我 我給大家看冰箱 超安靜的開啟耶 等一下它會變出一個桌子 它上面那個是3D立體的木紋壓花 這是額外選配的 那桌子在哪呢 我讓它上來吧 超安靜的 超有質感喔對不對 然後我就往後一拉 很輕鬆打開來 Champagne Coffee Tea 就放在這 那如果今天只有我喝的話 我就可以把桌子往我這方向移 超有質感的對不對 總裁座駕 或者是特助的座駕 我坐在後面這個椅子呢 它也不能只是讓我坐得舒服而已 如果我要開很長途 然後要去開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路上我需要的是什麼呢 我需要的是按摩 所以我選座椅 嗨 各位跨車小鈴家們 跨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